高雄房市近年来抢抢棍 其中有七成的房子 大概都交由上阳国际建筑团队代销 因此在业界同行口中 上阳又有南霸天的称号 而现在上阳国际建筑团队 不只帮别人卖房子 还成立青井林建筑团队来自己盖房子 同时还进攻顶级旅游市场 并找来专业咖啡师开启咖啡店 从广告、建设、跨竹旅游餐饮 这样的大胆尝试让人惊奇 也特别敬佩幕后人的勇气 代销公司多角化的经营 在早期来讲 大家可能认为是买房子就是买房子 咖啡厅就是咖啡厅 旅游产业就是旅游产业 那我们努力把这三个东西把它结合 让消费者在购物的时间 他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今天来喝咖啡也可以买房子 你今天来喝咖啡也可以看到 全世界不一样新的建筑物 那让大家不管在建筑或是在旅游 这一个跟代销的一个结合里面 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举 那给消费者、给购物者 一个很新的一个这种不一样的看物的一个经验 代销就是建设公司跟消费者中间最好的桥梁 将建设公司的用心传递给消费者 并设想消费者在意的细节 上扬国际建筑团队在这一点上发挥的淋漓尽致 这也归功于创办人林聪林的赶冲 信任员工的理念与态度 现在还成立清井林建筑团队 正式进军建筑业 在工程、设计、规划上力求完美 白衣区这个个案它基地只有800坪 当时我们取得这块土地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说一个800坪的基地 我们如何做到有1000坪、2000坪这种公色的水准 在规划的过程里面 我们把这个白色的这种建筑的概念 融入到建筑屋的外观 所以我们把案名定名叫白衣区 那所有的公色的艺术品 所有公色的这些职灾 我们都在规划时期就把它定案了 甚至已经直接把艺术品从日本 从欧洲就把它买回来 那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小型案子 那我们当时报存了一个 就参赛的这种心态 那我们拿到两个世界的一个这种设计大奖 那台南这个案子、巴克里这个案子 因为刚好在台南巴克里工业旁边 所以我们就叫它巴克里 那这是一个2080坪的一个基地 那基地有四面连路 那这个个案我们当时规划设计 也在想如何让台南人这种手购族也好 或是手购20坪到50坪的这种购物客 它可以享受到百坪的公色 所以我们把它设计一个独立的会馆 让公色跟住宅它是分开的 我这个也是在台南是首创的 所以未来这个个案我们也会拿到世界的 这种建筑大奖里面去参赛 那希望有可以拿到很好的一个成绩 这两个案子我们陆陆续去 未来都会公开销售 拿出来给消费者可以去看到一个新的建筑的一个形态 新的公色形态甚至新的艺术品的这种 可以融入整个建筑的一个特色 我想大家应该可以很期待这两案子的公开 林聪林还有着浪漫感性的一面 2017年他以爷爷父亲及自己名字中各一字 创办亲警林教育基金会 推动陪伴偏乡学校海童计划 鼓励集团同仁一起参与 目前在高雄已陪伴过13个行政区的孩子 森林系毕业的林聪林 更进一步推动200公顷兆灵计划 许下每卖出一户房子 就种一棵树的承诺 由赏屋客户为此相当感动 并加入基金会当志工 一起为工艺尽兴 更让人觉得他们不一样 那上阳这个团队他除了专业之余 那在我们买的房子之后 他还会陆陆续邀请我们参与很多工艺活动 譬如说关怀偏乡儿童 那或者是植树节等活动 那其实会让我们消费者感觉是蛮感动的 用专业买房子 用讲究盖房子 更用浪漫感性做工艺 未来上阳国际建筑团队 及清景林建筑团队 在林聪林的带领下 无论是卖咖啡 可以精致油城 更会继续替消费者寻找适合的房子 坚持盖出好房子 持续做工艺 在林聪林的创业版图中 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 把一切交由这个团队来把关 获利的永远是消费者